人生哲学的时间了 这次我们也和上次一样 我们都在讲人生哲学之中的人性哲学 上个礼拜我就开始介绍一个 我都挺喜欢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这个人他就在这个神权社会 过渡到这个人的社会的哲学家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他就是Francis Bacon 我上个礼拜就开始讲过他的生活 他生命和生平的背景 开始介绍了他有一部分 关于怎样去改善人的生活 特别提出的方法 特别提出利用这个科学的方法 就是不再将那个人尝试尋找真理 尋找这个大自然是什么 人性是什么 人可以做什么 人有什么不可以做 那方面呢 他建议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不要再 好像这个中古世纪那时候 纯粹呢 就依赖了这个阿里斯多德 那个思考的模式 寻找这个真理的模式 就是说最先透过观察 透过我们的五观去做一些观察 然后做完观察之后 一跳就跳了去一些另外一边 就是一些非常之抽象 和非常之原则性的所谓 那些我们叫做metaphysics 形而上学的原则 再由这个形而上学的原则 就拿回那些形而上学的抽象 的原则 就去翻下去世界那里 尝试去尋找一些所谓真理 他这个方法呢 他觉得就是不通的 就是已经用了很久了 只会增加很多很多的根据他的想法 就是不必要的那些辩论 还有呢 是没有结果的 他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他认为我们如果想了解人性 一个比较务实的方法 就是我们去运用我们自己的观察 以及观察之后就得到那些初步的原则 用了inductive的方法 就看了很多例子 跟着就看那些很多例子之中 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从而建立到一些所谓初步的原则 在观察之中就找到很多初步的原则 而那些初步的原则 有些看上来是互相矛盾的 就要开始想想如何消除那些矛盾 令到那些观察 因观察而得到那些初步的原则 就不能互相矛盾 同而得到一些比较接近真理的原则 这个基本上就是Francis Bacon用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就说他是现代科学之父 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他建议那些人不要再根据所谓 就是那些形而上学的原则 这样去看世界 这样就是默默实实透过人的观察 透过观察推理 推理之后就由下而上 不是好像他上次我说的 他用的方法就由上而下 就是这样去寻找真理 好 既然他用了这些方法 他在寻找这些方法去令我们了解人性 或者世界的性质和人性是怎样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些人犯了很多错误 其中一个 有些他发现有四种 经常要观察到 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观察到 那些人通常犯了四个错误 那四个错误 他就用一些很特别的名词 他就叫做idols idols of the mind 就是我们的人老 就是去膜拜那些偶像 idols of the mind idols of the mind 当然他不希望那些人去膜拜那些idols of the mind 偶像 因为这些偶像是死物来的 崇拜那些偶像没有好结果 他就说 我们人在寻找这个真理过程之中 他发现有四种不同类型的idols 第一种 他说 他说 there are four classes of idols which beset man's mind 他说 我们人的脑袋里 经常有四种不同的偶像 霸佔了我们 to these for distinction sake I have assigned names 我为了方便分别起见 我就给他一些名字 calling the first class idols of the tribe 第一种 我就叫idols of the tribe tribe 就是一些暴族 暴族的人 他们的偶像 the second idols of the cage 就是一些动月 动月里面的偶像 the third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 第三种就是市政崇拜的偶像 the fourth idols of the theatres 第四 就是那些戏院里面崇拜偶像 他就解释 如何去分辨那四种的东西 他就解释 他就说 the idols of the tribe have the foundation in human nature itself and in the tribe or race of man 他说 第一种 这些所谓的暴族 的偶像是什么呢 他基于什么呢 基于人的本性 and in the tribe or race of man 总之 人类的本性 他说是什么呢 for it is a false assertion that the sense of man is the measure of things 那些人很多时 就看东西 完全由他自己 从人类的角度去看东西 他觉得 人呢 一切 真理 真相 的标准 他说 on the contrary 事实上是什么呢 他说 相反 all the perceptions as well of the sense as of the mind ar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individual and not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universe 事实上呢 那些人 他运用他自己 那些触角 那些五官 和运用他的老大 他们发现到 所用出来 所用的标准是什么呢 事实上是人自己本身 那些标准来的 not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universe 就不是根据宇宙自己本身的标准 那些是有主观成分在那裡 and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like a false mirror which receiving race irregularly distorts and discolors the nature of the things by mailing its own nature with it 所以我们看东西 可以透过 有些 false mirrors 一些不准确 那些镜去看 透过我们 有些歪曲了 眼睛 去看东西 当然他就说用mirror 有些镜去看东西 receiving race irregularly distorts and discolors the nature of things 当然了 你用一个 不准那个镜 会怎么样 那些光 就不会直接射去那裡 去到那裡 就irregular 就歪歪歪歪歪 就进入去那个镜那裡 and discolors the nature of the things 顏色也有改变 but meaning its own nature 就因为 根据自己的凹凸不平 那个镜 就造成很多扭曲 而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个人 人类 可以说人类的共同 弱点 经常一切以人为本 而自己的观点 人的观点 去看世界 就不是用一个客观 世界 自己本身的规律 去看世界 第二 就是什么呢 the idols of the cave 人类的动穴 动穴 那些偶像 这些是什么呢 the idols of the individual man 就是一个个别的人 这个不是整个人类 就是一个人类之中 其中 就是那些真因认证 我们个别的人 我们自己都有个别的人 看世界 要犯错 for everyone besides the areas comment to human nature in general has a cave of them of his own 他说每个人都 在自己的动穴 除了共同的错误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私人动 私人的动穴 which reflects and discolors the light of nature Owing I 他说我们个别的人 我们根据自己个别的状况 又再将那个见到的现实 再扭曲多一次 根据什么呢 Owing I to his own proper and peculiar nature 因为他自己个性的问题 有些人呢 就是看东西很急速 有些人呢 就是想东西很缓慢 有些人呢 就是他的性情 他偏好于某一种的senses 或者他看这个世界 他有某一种的偏好 有些人呢 喜欢看东西呢 就常常用一些 就是宗教观点啊 有些人去看东西呢 就纯粹呢 就是会用感情用事啊 就是诸如此类 很多时候呢 就会看那些世界呢 就看得不准了 看自己就看不准了 看世界就看不准了 由于他own proper 他自己个人独特 peculiar nature 他自己很独特 那个个性 education 或者有些人都不是这样 那就根据他 因为他受了教育 他受了不同的教育 也可能不同的 engineer看的世界 和一个artist看的世界 可能是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出来的 因为他受了教育不同的 受了训练不同的 or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又或者呢 有些人呢 常常跟一些很有智慧的人聊聊天 他看了世界又不同了 有些人听了那些 那些三姑六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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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教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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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according as they take place in a mind preoccupied or predisposed or in a mind indifferent and settled 又或者他自己本身 當他思考的時候 腦袋充滿了某些擔心 比如有些人 如果那段時間經濟結局 看錢就看得特別大 如果我們非常肚餓 我們看食物的重要性又太大了 根據我們不同的 當時我們擔心些什麼 而我們的擔心就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看這個世界 看得準不準確 So that the spirit of man according as it is meted out to different individuals is in fact a thing variable and full of perturbation 所以那些人 根據個別的情況不同 根據他自己 精神的狀況 就是一些 variable 分別可能是很大的 and full of perturbation 很多事情就會影響到他 and governed as it were by chance 由於我們每個人 在這個世界 那個出生 那個年代 那個環境 我們在哪一類型的家庭出生 全部這些是 我們無法選擇的 生出來 生是有錢的 有錢的 窮的就窮的 生出來 家裡有很多 都是有學問的人 有些生出來 全部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或者做這些做那些 這些我們無法選擇 這些純粹就是偶然的 偶然人數 by chance 這個都會影響到 我們怎樣看這個世界 whence it was well observed by Heraclitus that men look for sciences in their own lesser world and not in the greater of common world 所以他就 括回這個 Heraclitus Heraclitus 就是一個 古希臘的哲學家 他寫了大概現在的fragments 大概有120個 那些fragments 大概有120個 那些fragments 就講那個世界 就有些像道家 就講得很矛盾的世界 他就說 那一個人 根據Heraclitus的說法 他說 那些人是怎樣 他們怎樣去 look for sciences sciences 這裏就是 可以搞通分 science 就是knowledge 我們怎樣去獲取知識 根據他自己 那個 較為小的世界 根據自己個人的小世界 這樣去理解的世界 and not in the greater of common world 而不是 用比較大的世界的角度 去尋找那些所謂 那個 真理 或者現實 這個就是第二 叫idols of the cave 第三是什麼呢 他說 there are also idols formed by the intercourse and association of men with each other which I call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 還有一些 就由於這些人 我們人 就不是單獨存在的 我們就在社會裡存在 社會裡 我們經常會跟這些人聊天 跟那些人聊天 就是這樣 intercourse 和有交流 他說 on account of the commerce 那些人 有這個 溝通 那就會影響到 影響他那個 那個思維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他說 for it is by discourse that man associate 他說 我們的人 就是走在一起 我們透過我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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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 那麼 那麼 我們 對話 那時候 就很可能 就會 聽到一些說話 那麼 就 根據我們 根據那些 講話的人 他自己 如何了解世界 他會用某些 的語言 去描述這個世界 and therefore ill and unfit choice of words wonderfully obstructing the understanding 所以 他說 很多時候 可能 人們會選擇這些字 選擇得很差 也是很不適當的 用這些字 但是這些 這些事情 就會 影響到我們 如何理解世界 但 就算 他說 我們 有時 聽到一些人 那些說話 是有知識的人 有學問的人 那些人 又對世界 又指知 怎樣怎樣 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 作這樣的定義 我們作這樣的解釋 我們聽了之後 由於我們 相信這些 是有知識的人 他講的說話 比較有權威性 如果是這樣 我們又會 比較容易 相信他們講的說話 但 有時 可能 這些所謂 專家 這些所謂 有知識的人 有學問的人 他們自己都想錯了 他們的意見 是否等於 專家 永遠不會錯呢 明明 我們可能 有時 自己會看到這些事情 在某一個模樣 但由於 我們自己 對自己的觀察 沒有信心 聽了一些所謂專家 的解釋 我們會 改變我們的主要 當然 有時 那些專家 可能被我們觀察到的 那些 較為準確 但 亦都未必 但 不論 如何 都好 如果 我們 聽了一些說話 不論是市井之徒 三姑六婆 說那些 迷信的人 說那些說話 又或者 比較有知識的人 甚至 一些所謂權威的人 我們都會被他們的語言影響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可能 當然專家犯錯的機會 就會相對於少些 但不等於專家 說話一定是對的 但菇物論是怎樣 普通人也好 三姑六婆也好 那些 迷信人也好 那些所謂專家也好 我們聽了那些說話 很容易被影響 很容易被影響 被影響之後 我們看世界 那個方法又不同 我們了解到那個 世界的所謂 世界的真實 亦都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但是這些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他的說法 就說 but words plainly false and overrule the understanding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明顯 那些人的說話 就會overrule 去壓倒我們自己 對世界的理解 and throw all into confusion 令到一切的東西 都好像很混亂 and lead men away from numberless empty controversies and idle fences 令到那些人 量昏昏 不斷地 發生了無數的 他認為的那些 empty controversies 沒有實質空洞 沒有實質內容 純粹是 hot air 你噴口水 我噴口水 你的口水 和我的口水 大家交戰 甚至純粹是 空氣的震盪 沒有意思的 and idle fences 甚至有些 idol 意思就是說 無無聊聊 那些fances 那些想像 不會幫助我們了解到現實 最後 there are idols which have immigrated into man's mind 還有一些東西 就好像移民 移到我們的腦袋裡 from the various dogmas of philosophies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哲學 那些 那些 固定 的說法 或者 Dogmas 一般 就是 教義 但是 哲學一樣的 世界上 很多種不同的哲學 每一種不同的哲學 它起步點 都有些假設 有些 我們世界 現在 就有些 materialist 比較多些 個人 都認為世界 是一個物質的世界 一切 就可以用physics去解釋 那些 當然 他們說這些 說話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他們所說的道理 就不是 在每一個生活範疇裡面 都準確 關於物質的東西 當然 比較接近現實 但是 不要忘記 就算我們說physics 也好 很多都是一些理論 我們現在 以前 牛敦的時間 當然 Bacon 它的時代 是更加早的 牛敦 就算牛敦 發現了幾個物理的定律 就認為是真理 當然 很大程度 就算現在也好 就是在macro world 一個大的世界 那裡 就是它所說的 物理定律 都仍然有效 但是 自從人發現了這個 開始 跟隨科學的發展 那個 我們看那個物理的世界 就已經有些不同的理解 我們知道 原來世界全部都空 全部都是那些 就是不同的 那些 那些電子 或者其他 那些 particles 一些 一些 一些質子 就是 諸如此類 有很多種不同的 什麼子 那些 那些 每一種子 都是 都是 某一 就是 那種能量 那種能量 就是描述的方式 就算 現在 就覺得 後來 一些人發現 那個世界都不是 那些子 那些子 其實沒有實質 只是一些wave 來的 只是一些 電波 來的 磁波 電波 各種的波 就是一種力 而波又是什麼 波其實 只是一種 描述 就是 我們用一些 數學的方式去描述 就是 某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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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力量 它活動 那個形態 這個其實都是一種理論 就是 這些 這些 這種 所謂 particle 就 有這種 力量 會朝著這些方向走 如果這些 這些 遇到那些子 雙狀 又發生什麼變化 諸如此類 那 全部都是透過 mathematical theory 去 去 描述 各種力量的互相 那個 那個 動作 消滅 改變方向 諸如此類的 但是 在這個 Newton的時間 他認為這個世界 就是 每樣東西都實質存在 但是 現在 科學家發現 不是 其實 我們只是 大部分 那個 我們所認識的空間 最主要是 透過我們 用的 科學 儀器 量度出來 結果 發現世界 全部都空 在這個空間 很多不同的力量 不停運作 當然 運作有 固定的 形式 所謂的 則是 一些比較固定 唯一固定的 就是 它的規律 那 以前 那些人 他又 認為 世界 全部的東西 都是 那些 但現在發現 不是 以前 是 particle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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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 那些 那些 一起 代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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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特性的環境之下有不同的特性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Dogma 可能將來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這個最低限度 我們現在那個鳥魂的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Nutronian Physics 就被Quantum Physics replace了 Quantum Physics的說法就說 那些Nutronian Physics都對的 只是Quantum Physics的一種特定的情況 一種個別的情況 其中眾多Quantum Phenomenon 其中一種 當然在不同的時間 我們理解的世界的理論是不同的 同樣對於了解的世界 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哲學 每種哲學都有自己的前設 有自己的假設 有些人覺得現在世界最好是什麼呢 就是capitalist system 一些資本主義社會 但這個全世界 我們找到最適合人類 最符合人類的天性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另外有一套理論 社會主義才是最適合人類的 人性和公平的原則 那些所謂真理 究竟真理是怎樣 是什麼呢 所以每一種不同的哲學 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架設 它自己有自己的前提 但是在它們本身的理論範圍之內 有些東西它們就假定了是真的 那些就是那些道理 那些所謂教義 就是它們那一套哲學 它裡面的教義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這樣的教義 比如說 它說 从 the various dogmas of philosophies and also from wrong laws of demonstration 它們都認為有些 好像很scientific 好像很合乎邏輯 就說 我現在證明給你看 怎樣證明我講的東西正確呢 例如很多的對神的論證 世界真的有個神家 有些人在其中一个很 popular 理论上 我们看到世界 宇宙有多少 order 我们周围都看到有规律运作 你看那些星神 太阳 早上从东面升出来 从西面跌下去 夜晚月亮相反方向 从西面升到东面 不停的运作 世界有很多规律 以前的人就觉得 好像Bacon说 一切用人的观点开始 人的观点 观察到世界是如何 世界有规律的时候 有些人去制造一些规律 有些人制造一些律法 既然是这样 大自然一样 然后问他 谁制造大自然律法 以为大自然就好像人类社会有一个皇帝 皇帝叫什么 叫神 但实际上是这样 这些也是一些dogma 另外这些 当然不同的哲学系统 宗教系统 仁义上学系统 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 他就叫这些 叫什么 I call these idols of the theatre Bacon 我叫这些 叫什么 我叫做这个 戏丸式 戏丸里面有个偶像 Because 为什么 In my judgment All the received system are but so many stage plays 只是所有那些 传统 社会接受 那些所谓系统 就是什么 There are so many stage plays 只是很多舞台剧 Representing worlds of their own creation 是那些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作出来的 After an unreal and scenic passion 就是用什么 一些不真实的东西 根据不同的场景 这样制造出来的戏剧 人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去理解世界的其中的方式 就是讲故事 就是大家讲不同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讲宗教式的故事 有些人讲科学的故事 科学那里有分成很多 有些物质科学 有些biological science 有些生物学 有些chemical chemistry 有些化学 有些化学 有些 Biochemistry 有些生化学 各种这些学 各种不同的学 都有自己的假设 这些人觉得有这些 的dogma也被它影响 根据Bacon来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故事 只是大家讲,你开你那台戏就讲你的故事,他开他那台戏就讲他的故事 所以其中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Bacon说,What is truth?究竟真理是什么呢? Suggesting Pilate,Pontius Pilate,大家都知道就是杀死耶稣,就是命令耶稣去钉十字架的人 And would not stay for an answer 他就问完,究竟你那些以色列人,有些人说他是神之子,有些人说他不是 他就问,What is truth?真相是什么? 他就说一下笑,And would not stay for an answer 说完之后,他都免得等人回答他,他就知道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可能我们世界对于所谓现实,真理,真实,可能都是这样 各说各话,各自有一套,各自有一场戏 这个就是Prances Bacon,他对于人能不能够找到真实 当然,有些戏就好看一些,有些戏都比较接近,现实多些 有些就比较相对,其他的戏就比较远离,现实多些 唯一的分别只是这样 好了,就那个Prances Bacon,除了这些,刚才我说的 就是他对于所谓,如何寻找真理,有些人犯些什么 经常的错误,他对人性的观察,某一些的结论 他觉得人通常犯四种可能的错误 除此之外,他觉得人通常有某种看法,不是那么容易转变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of its own nature, prone to 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more order and regularity in the world than it finds 他说,人就很喜欢在世界那里寻找一些order,一些秩序和regularity 一些经常发生的事情,所谓的规律 事实上,他找到那些order,那些所谓的秩序,那些规律 是远超过事实存在的order和规律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of its own nature 就是我们人性,当我们了解世界那时,很容易suppose,我们假定 世界有很多order,很多秩序,很多规律 事实上,我们不是找到那麽多 所以,为何有时有些人会看到,譬如有时,大家有没有去过癌洞 就说,这个就是观音像啊,那只就是狮子啊,我们看到天上的云 这边有个怪兽啊,我们会很容易就将一些我们自己主观的意愿 就加于这个外在的事实,可能外在的事实 只有一柄石头,用某一个形状,在某种灯光之下出现 只是这麽多的,那些云又一样,在天空那里浮浮游游 一会变一样,一会变一样,一会变一样,一会变一样 一会变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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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变一样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说,啊,不是啊,我见到些什么,见到什么 我们在宗教那里,经常都发现,有些人说,啊,我见到菩萨啊 我见到先人啊,我见到极乐世界啊,见到什么,见到什么 很可能都是他们想象的 但是我们人就很喜欢这样,在世界那里,就作些东西出来 就是,小小的相似,我们就说是那样东西了 就是,一点点的相似,我们就说,啊,是啊,是那样东西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这个,Bacon的观察,就是说,我们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整天都觉得世界有很多order 就是,多过事实上那些order 其中一个,就是现在的基督教啊,天主教啊,都还在用那些 用那些去justify,就是说世界有个神 那他就用那个道理就是这样 你看到世界有多少order 因为我们人的世界就有一个人造的嘛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论证就是,Clockwork Clockworkwork,世界好像一个钟那样,很有规律的去运作 在沙滩里,突然间找到一个标,你说,不是人造的? 那怎样可能的? 那个语就等于大钟了 这个是一个所谓伦情 但是,可能,有人说,我们人这么聪明 怎样可以做这么精妙的产品 好像人的产品那样 一定有个神造的 因为非常聪明的神造 那这些又是那些所谓伦情 但是他忘记了,可能有另一套理论 这个就是那个Darwin 就是那些人,我们会对变的 我们最先是可能 由一些单细胞 变成单细胞组织一些比较复杂的 那些,跟着呢,就续整越复杂 那么,很多的拜餐就走在一起 根据physics law 和某些偶然的因素 就造成了很多这种初级的生物 複杂的生物 那我们人呢,以前就在海里面 最先,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就是在海里面 生命之源就在海里面 跟着呢,就起雨 就上了岸 上了岸,然后慢慢在对变 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祖先是很蠢的 不像我们现在那么聪明 那些知识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多 但是根据那个 简直教基督教的说法就是 人呢,就根据神的形象上做 为什么我们人那么聪明呢 因为神就非常聪明 就是这样,这些就是他们的论性 但是这些呢 就是一厢情愿 除了他们说的那些 可能有些更加符合现实的解释 但是那些信宗教的人呢 就当了这些是真理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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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个Bacon 那这些叫idols of theater 在他们那个宗教界那里 那里的戏台 上演的戏 那当然有很多人看这台戏 那这些是另外的 那这些是另外的 那这些是另外的东西 我觉得很有公文 说 所以说 yson 他说回当时那些人相信那些东西 他说虽然看到世界大自然界看到很多宇宙星很奇特 找不到其他东西 但是那些人就作一些东西 等同类子那些 把东西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那些东西可能不存在 为什么呢 他举个例子 Hence the fiction that all celestial bodies move in perfect circles 所以那些人就作出来 所以你看到所有天体 他混作的原则 一定用完美的circles去做 即是根据完美的圆周 运行 spirals 即是一些圈卷 spirals and dragons being utterly rejected 但是 现在我们发现 为什么这些人说perfect 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perfect的god去做 由一个完美的神做 完美的神怎么会做些不完美的东西 那是不通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论者 但事实上我们科学家发现什么 那些人不是perfect circle 他运行的轨迹是ellipse 是拖圆形 但是因为宗教的理由 因为要justify 那个神是一个完美的神 完美的神一定做些完美的东西 完美的神怎么可以做些不完美的人 所以人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人性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些好听的故事 我们不会理会那个现实 是不是真的这样 另外一件事 这个可能都是那个 Bacon的第一个发现 我们现在有些psychology 有一套都很符合 透过很多科学的实验 做了出来 归立出来 有一套theory 叫做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就是我们认知上 有一些不协调的理论 这套理论就是说什么呢 那些人透过大量的调查 发现这些人 他就不喜欢当他相信了某一些是事实 某一些原则的时候 当有些跟这个原则相反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那些人他倾向就不去接受 这个原则有问题 他会尝试用某一种方式去自圆其说 就是说 哦 为什么我观察到的事实和原则 所预计出来的事实有出入 他就会说 哦 因为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样 那些人呢 这个特别在宗教界那里 常常都会出现的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听到 那就说 有些人说 是世界末日咯 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咯 什么时候要世界末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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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的估计 或者是哪个profit 说世界什么时候要世界末日咯 那么就 在历史上 这些这样的profit 所谓的语言 层出不穷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个世界还在 那些说话 那些人作很多理由 去解释 为什么他说的语言不准 啊 神改变主意 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会 啊 神很爱世人的 我们要求他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祈求他 如果呢 如果呢 就是我们 去那个神庙那里 很诚恳地去 去拜那个神 那神一定会 去批准的 会给那些东西 我们的 但可能去到很多次 那么久 那神都不给我呢 我很健成的 那些人就是 或者送上烧珠 或者很珍贵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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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很多時候他解釋,神可能有更好的東西給我 其中一個解釋 另外有些人的解釋,不是 當然了,雖然你騎了一套,但你做了一些壞事 神看到你偷偷地做一些壞事,就不給你 這是第二個大意思 第三個解釋,有些人會說,不是 雖然我祈禱,但是我拜神,我不夠誠懇 神嫌我的製品太少,又或者嫌我的態度不好,所以不給我 結果是什麼呢? 都是要解釋為什麼,如果他講的原則 即是說,神很愛那些人,那些人祈求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神會根據祈禱,祈求會給他 事實上發現,沒有 很久都不出現 人家要作一些理由去解釋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看到事實和信念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的心理就會有一種不安 為了減少這些不安,我們一定要作一些理由出來 去解釋,令到這些矛盾的東西,減少矛盾 甚至消除矛盾 另外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神有很大威力,但是那個神看不到 我們相信宗教的神有很大威力,很完美,什麼都知道 有很大威力,但是我們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壞事呢? 噢,不是,神都是去試探我們 但是如果這樣說 如果神什麼都知道,他為什麼要試探我們呢? 他明明試探都知道 但當你問某些教徒,他真的會這樣說 這個就是由於那些人,他已經有固定了先入為主的信念 當他發現了有些跟他信念有衝突,有些事實出現的時候 他又會作很多理由去解釋 但當然,信教的那些人,我小時候都是問神父 最多的解釋是什麼? 神的意志就是很神奇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這樣就當成了解釋 其實根本就沒有解釋 神尿,用兩個字 很神尿,很神奇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就當成了解釋 其實這個是不是真正的解釋?大家可以想想 因為人我們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Bacon觀察到的 他的講法就是這樣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When it has once adopted an opinion Either as being the received opinion or as being agreeable to itself Draws all things else to support and agree with it 有了信念之後 這些可能是received opinion 流傳下來 人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Being agreeable to itself 以及這些信念 我們會覺得 嗯,嗯,好 對聽,對聽 我們會怎樣? Draws all things else to support and agree with it 拼命去找那些 跟這個信念 consistent那些 以及這個信念 支持這個信念 沒有矛盾的東西 就是作為一些所謂 quote unquote 證明 就是這樣 人呢,我們很喜歡這樣 自己明明喜歡了那樣東西 就跟著就作很多其他理由去支持自己 那個意見是正確的 香港一樣 我們政治經常都發生 民主派又專門找對方的不對的東西 建制派那些又做同樣的東西 但在相反的方向 各自都說 那證明到那些是正確的 民主黨那些人呢 那些 那些 泛民那些 他又撈了大堆的所謂論證 出來 建制派也都拿了另外一類 那些所謂論證出來 人就是這樣 這就是人性 我們不喜歡 說一些自身矛盾的東西 就算事實擺在眼前 很明顯 有矛盾存在 我們都嘗試去解釋 走了那些矛盾 令到他好似聽起來 沒有那麼耐耳 令到我們心 我們的內心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現在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Google一下 關於這些人 我們很常運用這些原則 關於我們的看法 情緒 信仰 行為 都是這樣 當我們已經信了的東西 和新出現的證據 證明這東西不對 我們就會解釋走了那些不對的東西 這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 Bacon 又發現了另外一些人 關於他要理解世界 那裡的特徵 他的講法是 他說 It is a peculiar and perpetual error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to be more moved and excited by affirmative than by negative 我們會較為傾向相信這些東西 是 affirmative 是的 是 是 多於不是 我們喜歡一些 positive的東西 肯定的東西 多於一些否定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經常都聽到 我們經常都聽到 我們經常都聽到 那些收音機 那些廣播員 那些播音員 說那些經濟新聞的時候 當經濟衰退的時候 他不會說衰退 衰退是一些 negative的東西 他就說負增長 這證明我們人很不喜歡面對現實 你是退步就退步 總是不喜歡說退步的兩個字 不喜歡說衰退 衰退也是負增長 人就是這樣 很喜歡自欺欺人 用一些現在很流行的語言 語言藝術 去自己騙自己 那這個就是那個 寫animal farm George Orwell 很深刻的描述 我們現在的世界 已經充滿了double speak 說話是兩個意思 明明是就說不是 不是就說是 我們是double speak 運用一些語言藝術 這也是人類的 其中一個觀察度 天性就是這樣 另外 除此之外 他還會發現 當我們人類理解的世界時 有另一個特色 因為人類理解的 人類理解的 因為人類理解的 人類理解的 其中一個特徵 他發現是這樣的 很多人 我們很容易接受 我們較為容易接受 什麼呢 striking 有些東西比較 dramatic 一些 戲劇性的出現 soddly soddly simultaneously 幾樣東西一起發生 那些東西 我們是特別記得的 soddly 突然間出現 and so feel the imagination 令到這些事實 充滿了我們的想像 and then it faints and supposes all other things to be somehow although we cannot see how similar to those few things which is surrounded 然後就開始在這裏 假設 其他東西都好像 我們這些 突而其來 那些事情 就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 striking 那些東西 就是很戲劇性 我們中國人 在這方面 都有些論述 大家都可能聽過故事 守株待兔 嘩 這麼巧 這棵樹 這棵是神樹 我手藝這棵樹就可以了 那些兔仔會自動撞過來 少了一次 純粹偶然的情況 但是因為 那麼striking 嘩 好戲劇性 嘩 兔仔碰一聲撞過來 跌了 那晚又有兔肉吃 吃完很happy 以後 就整天守著波樹 希望有另一隻兔仔撞過來 這個就是 Bacon 都觀察到 人是喜歡這樣 有些戲劇性的東西 突然間發生 同時發生 很不可能的 我們就越相信 Miracle都是一樣 那些所謂神跡 為什麼那麼多人 喜歡相信神跡 神奇 突然間發生 沒得解釋 我們人是喜歡這些 除此之外 他又發現到 當我們人想理解世界的時候 我們就經常 有個趨勢 有個習慣 有個習慣 就是經常的東西 不斷推到有那麼遠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s unquiet 我們人類的理解 是很不安於失的 整天都好像 周身不聚財 整天都要動的 It cannot stop or rest 不可以停 又不可以休息 And still passes onward 要不斷推前 推前 再推前 再推前 不斷 but in vain 但有時候是沒有用的 Therefore it is that we cannot conceive of any end or limit to the world 所以我們常常想像 世界不可能有終結 所以人們在宗教裡 就說 人們會死的 死了之後會翻生的 翻生之後 會有個世界 會有個世界 永遠存在 是沒有限制的 不會有限制的 不會有限制的 Eternal 永遠存在 不斷 Infinite 沒有限制的 他说 Therefore it is we cannot conceive of any end 我们想不到有些什么会有个界限的 end 终结 or limit 限制 to the world But always as a necessity it occurs to us 好像必然一样 整天都是这样 什么呢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beyond 一定会 除了我们看到一些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正如我们见不到那个神 但是我们就想一下 不可能没有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But he is no less an unskilled and shallow philosopher who seeks causes of that which is most general than he who in things subordinate and subaltern omits to do so 他说很多人 有时就 我有两个tendency 有些人就喜欢无限推广 有些人就适合做相反的东西 就觉得只有这些东西 不可以有其他的东西 两样都有 两个tendency都有 有些人说只有这些 其他那些没可能的 有些人就说 不是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两种的philosophers 两种都一样 大家都可能 as unskilled 都是禁武技巧 和浅薄 这个就是 那个 Bacon 对于我们人 如何去理解世界 人性 各种 观察到 那些表现 就是这样 但是呢 对于人 去更加了解世界 他觉得 还有一种 更加大的障碍 是什么呢 他说法就是这样 by far the greatest hindrance and aberration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最大最大的阻碍 abberation 就是那些 不正常的东西 那些谋师 关于人 我们要理解世界是什么 proceeds from the dullness 就是我们的人 脑筋太过迟钝 incompetency 太过无能 and deceptions of the senses 因为我们透过 我们的知觉 我们的知觉 太过迟钝 太过无用 and deceptions 很多时候 我们会被我们的知觉 压中我们 that things would strike the sense out way things which do not immediately strike it 那么如果有两种东西 比较的时候 有些呢 我们能够用知觉 感觉到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 这些当然对的 知觉 不能够直接感觉到的东西 一定错的 尤其是关于科学 那些定律 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只是透过推理 然后推出来的 但是 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就较为相信 所以以前 人们不相信地球 是圆形的 直到现在我们 有太空科技 在卫星那里拍了一些照片出来 那些人就相信了 但是以前呢 很多人都相信地球是圆形的 为什么呢 这些可以用我们的知觉 直接感觉到的嘛 而你想象的地球 是一个圆形 地球这么大 你看不到的嘛 所以这些人就宁愿相信 他们的知觉 直接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 但不是我们不能够用个五官 直接感觉到这些东西就不存在的 那些那些 就很多 我们透过推理 我们知道 那个世界上真的有些物理的定律 因为屡事不爽的嘛 如果假设这些定律是对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prediction 这些prediction是很准的 但是呢 一般人来说 他就宁愿依赖他的知觉 这个也是人性的另外 就是一个最了解世界的一个特点 那他就除此之外呢 但那个bacon他觉得 当我们去 想检视某些人的说法是真还是假 那时最好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他的说法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 他说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the best demonstration by far is experience 他说最好的理想显示 一些是或不是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你的经验 if it not go beyond the actual experiment 但是呢 条件就是 他一定不能够超越到你真真正正感受到那些 那当然呢 这个呢 就是 他觉得呢 他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去 contradict 就是当时 他那个世界 就是惯用的方法 就是 alistotelian logic 就是那些 就是由那些 metaphysical principle 那里呢 由上而下 那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根据那个邏輯的理论呢 如果这些是真正的 那些就应该都是真的了 就是用这些这样的方法 其实最好的都是透过你观察 透过一些经验 就是一个最好的检视真理的方法 就是不要靠那些所谓抽象的原则 再由抽象的那些原则的原则 deduce 到出来 就是那些subsidary 的principle 但是他就觉得 所以很重要 他说我们的起步点 我们不可以错 如果起步点错了 我们就 就很容易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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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犯错了 中国人说 一指错 满盆皆落塑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的starting point 如果是错了 我们的假设错了 我们一直错下去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他就着我们人 就怎么样去理解那个现实呢 他也都给了一个好生动 的比喻 他说我们很多人 就是了解这个世界 他用一些昆虫的metaphore 去表示 有各种不同的进路 他说法就是这样 他说 或者是靠经验 靠实验 就是那些 或者 men of dogma 有些靠理论 那些 靠那些 理论 那些 the men of experiment are like the end they only collect and use 他说 那些 做 做 做 实验的那些人 靠经验的那些人 他就好像那些伟 那样 they only collect and use are like the end 他只是不停地收集 那些材料 另外那些 用dogma 就是阿里斯多德那一派 那些 那些 精软派那些 the reasonous resembled spiders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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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里斯多德 用deduction那些 就是他用那个inductive 就是阿里斯多德那些 那些 用这个deduction resembled spiders 就好像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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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那样 不停地这样 将网越积越大 who make cobwebs out of their own substance 那样自己呢 就噴了些丝出来 那样就 用自己噴了些丝 那些丝出来 越整越大 就是 网越整越大 但是他呢 就 不要做矮 又不要做 这个spider 最好做什么 做蜜蜂 他的说法是什么 but the bee takes a middle course 那只蜜蜂呢 他在中间落蜜 坐在中道 it gathers its material from the flowers of the garden 他就在花圆那里 采了一些物 在花那里采了一些物 and of the field 在田野那里 but transform and digest it by power of its own 但是呢 他不会 采了一些 就这样 就当 就不做事 采了之后 他 入了身体 消化了 然后呢 透过他自己的方式 再做些东西 就做了一些亨仪出来 就做了一些蜜蜂 他说 not unlike this is the true business of the philosophy 一些真正的哲学 都不可以说 不是这样的 but neither rely solely or chiefly on powers of the mind 他不会单止靠 你用脑袋 去做一些推演 逻辑的推演 deduction nor does it take the matter which it gathers from natural history 亦都不会纯粹 就透过观察 采取一些 个别 那些不同 那些 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那些什么资料 a mechanical experiment and lay it up in memory 好 收了多少 就当了那些 就不会再去分析 去make the influence 去devive the general rules but lay it up in the understanding altered and digested 就好像蜜蜂一样 我们要在世界 拿到一些资讯 这样 去运用我们的脑袋 去组织这些资讯 而去找到一些 有用的原则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Therefore from a closer and purer league between these two faculties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rational much may be hope 他说我们唯一希望 可以有一些比较以往 更大的成就 就是要把两种方法都要勤拜 就好像蜜蜂 就好像蜜蜂 不仅是做蜘蛛 也不仅是做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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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犯了什么的错 他就指出 他指出之后 我们如果想希望更加好 这样去了解世界 也都知道人性有这么多弱点 经常犯的错误 那时我们就要做一些 很好的警惕 他除此之外 他也觉得 我们思维一定要清晰 他说的说法就是这样 truth will sooner come out from error than from confusion 他说 有两种不好的东西 一种就是error 就是错误 另一种就是confusion 就是思维不清晰 他说 两样东西都不好 相比 他说 我们较为容易找到的真相是什么 由哪里 就是error 由我们的错误 那里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我们就可以纠正错误 但如果我们confused 我们的脑根本一片蒙茶茶 思维不清晰 那就很难找到真相是什么 所以一定 如果我们想找到世界的真实是什么 我们一定思维要非常清晰 就不宁愿犯错 就不宁愿犯错 好过蒙茶茶 那么 刚才我说了 不少 他观察到人性 特別是想獲取知識時 經常犯很多錯誤 方法上的錯誤 觀察到那些人經常犯人性 在思想上 經常會有什麼趨勢 壞習慣 引致不能夠了解現實的描述 但對Bacon來說 清晰的思維 找到事實的真相 是非常之高的樂趣 No pleasure is comparable to the standing upon the vantage ground of truth 在世界上 沒有一樣的歡樂可以和這個歡樂比較 是什麼呢? Standing upon the vantage ground of truth 就是站在真理的地上去看世界 他另外在這裏說 Truth is a naked and open daylight 那些真理 真相 就好像一些赤裸裸 Open daylight 那些陽光 日頭的陽光 That does not show the mask and memories and triumph of the world 他表示到什麼呢? 他表示到世界那些面具 Mummeries 那些木賴衣 多麼威水 Hop so stately and dinkly as candlelight 他說這些啊 這些死的東西 如果我們把這些好像很美麗 像木賴衣 那樣 如果 就算和那些 candlelight 一些微弱的蠟燭 的燭光去比較 都是一些微弱的蠟燭的燭光 就是比你的死人更漂亮 但裝飾輝煌 Mummeries 那些面具 換句話來講 真理 無論幾小的真理 都好過一些虛假的 人造出來的東西 除此之外 當然 Francis Bacon 除了講人 我們怎樣去找到現實之外 他也對這個人的emotions 都有一些論述 我這個又跟大家介紹多少 他這裡有些講關於那些人 為什麼會妒忌呢 他的講法就是這樣 For there was never a proud man thought so absurdly well of himself A man that have no virtue in himself Ever envieth virtue in others 他一個人 他如果自己是沒有德行 Ever envieth virtue in others 見到其他人有德行 他就會妒忌 為甚麼 For men's minds who either feed upon their own good 他說那些人 那些人 他的腦袋 他寧願 是 Feed upon 即是 食 他自己 那些 好的東西 sone good or upon others evil 但如果自己的發現 沒有甚麼好東西吃 他寧願 食其他的人 那些不好的東西 And who wanteth the one will pray upon the others 如果那些人 他想好的東西 而自己又沒有呢 他一定 就會 當其他的人 那些不好 作為他的獵獲物 And who so ever is out of hope 那些沒有希望的人 to attain to another spiritual 即達不到別人 可以達到那些德行的人 who seek to come at even hand 那他就會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的位置相同 by depressing another's fortune 那他就會做些事 去整股另外一個人 令到那個人 本來是好好的 變成不好 因為 他妒忌 這個妒忌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人 得不到 他見到其他人得到那些好東西 自己得不到 人家都要和他一樣這樣壞 我們俗語有一句 生人富貴厭人窮 什麼都好 總之人家就不好 自己沒有那些東西 人家有 就一定說人家壞 就是這樣 就要令到大家 地位相等 這個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們在香港 社會上經常都見到這些 什麼呢 大家如果留心觀察的話 但另外一方面 有另外一件事 令到我們看不清現實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愛情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For there was never a proud man thought so absurdly well of himself 他說沒有一個那些 人很驕傲的人 他想他自己非常之好 好到離譜那麼好 As the lover the love of the person loved 有一件事比更加更深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愛人 他想著另外一個 他所愛的人 一定想到對方是最好最好最完美的 Therefore it is well said 所以 一些人說這些說話是非常之對的 是什麼呢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love and to be wise 他說 如果你又想愛另一個人 但又想同時有智慧 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愛情會令到人 我們會編織很多美麗的故事 關於我們所愛的人 令到我們看不到真實是怎樣 當然 Francis Bacon 他還有很多關於人性的觀察 但我看的時間已經過了非常之多 本來想可以再介紹多些 但是時間所限 我相信都給了大家一些 不少的意見 關於Francis Bacon的論述 所以 今個禮拜 我講關於Francis Bacon的討論 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下個禮拜再來聽 拜拜